这个游戏开始玩的时候有点像《最后生欢者》 但玩着玩着感觉它是一个射击类的魂游戏 最后变成了三男一狗一起联机合作的射击类的魂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一季二 这是一款新游戏 在PS5、PC和Xbox上 一季二的PS5版它的标题没有中文 而且后面写的是日语、韩语和英语 但实际在玩游戏的时候默认是有中文的 而且是有中文译的 中文配音很好听 但是脏字有点 不太适合小朋友 毕竟这是一个18家的游戏 作为一款PS5中期的游戏 这款游戏的画面我觉得很一般 但是打得很流畅 我用的是平衡模式 能稳60帧 我现在玩的进度算是刚过了新手村 就可以和别人一起联机对战 可以三个人组队 但是需要PS5一档会员 现在播放的视频就是我实际游戏的画面 因为这个游戏是港服购买的 游戏的联机服务也是在港服 所以我们国内玩家 在玩这种联机对战游戏的时候 网络就不会很稳定 这个游戏甚至无法加入联机对战 即便是你有会员 所以要想好好玩 省心的玩 是需要一个主机加速器的 我平时用的是这款 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版 它支持全平台的主机游戏 像PS5 PS4 SBOX SWITCH 都可以用它来加速 主要是解决连机掉线卡顿 这类的问题 让我们玩家在玩这种连机对战游戏的时候 更加专注于游戏 进行享受游戏的乐趣 一记二这款游戏是否值得购买 我建议大家先到网上看看 这款游戏的游玩视频 如果你想买 买标准买就可以了